人前笑呵呵 靠中国的工厂发展自己公司的业务 人后捅刀子 为了打击竞争对手 在美国鼓动恐慌舆论 赖蛤蟆找青蛙 你是长得丑又玩儿的话 脸书创始人扎克伯格 本想靠着打反华牌 在美国市场搞竞争 但是他忘了 自己的产品处处打着中国制造的标签 这副持相 让美国媒体看了都替得尴尬 荣获美国刊物新共和推选的年度恶人 从人人称赞的互联网天才 到人人唾弃的终极恶人 扎克伯格究竟做了什么 能如此遭人记恨 那么话不多说 今儿咱们来唠一唠 曾经的世界首富 马克扎克伯格 据环球时报EI2的报道 美国保守派媒体 华盛顿邮报 专门刊登了一篇文章 指责Facebook创始人 美国著名企业家 马克扎克伯格 借着反华牌玩商业游戏 结果却让自己陷入了 进退两难的困境 行为实在滑稀可笑 Facebook作为一款运营了 将近二年的社交媒体 用户体验还停留在 论坛和空间形式 而主打短视频的TikTok 则可以充分利用 用户的碎片时间 只有十几秒 就可以完成社交需求 很受欧美国家青少年的信赖 在互联网行业 失去年轻人的追捕 就意味着失去了未来 为了应对TikTok的强势进攻 扎克伯格选择 回归了美国人的传统艺能 反华 2016年川普上台 喊着制造业回流的口号 发动了对华的贸易战争 再加上美国国内 互联网企业内耗严重 扎克伯格捡良极一致 他多次在官方场合 向政客们渲染 中国企业威胁论 在听证会长夸张指责 中国科技企业 窃取美国的科技成果 向美国当局苦诉 TikTok对美国本土互联网的危害 敦促这些政客采取措施 由于自身影响力不足 他还专门花大价钱 请了共和党旗下的 一家政治咨询公司 在这家公司的操纵之下 许多有关中国科技威胁的 专栏文章 频繁地出现在 共和党选区内的 各大报纸之上 这些严重影响了 TikTok公司 在海外的正常运营 但是他信心满满 寄予厚望的反华牌 却没打出什么效果 反而是把自己的处境 变得很尴尬 首先呢 这跟扎克伯格苦心经营 多年的亲中人设 严重不符 他的妻子普利希拉臣 是美籍华裔 2012年 Facebook正在急剧向外扩张 扎克伯格 那是亲自来中国宣传 那会儿 他几乎每年都会来中国 逢人变成自己是中国女婿 逛北京胡同 吃特色小吃 北京烤牙是他的最爱 手举小红旗 爬指长城 在清华大学 用流利的重文 演讲了30分钟 早上还会顶着指数高达 374的PM2.5 不戴口罩陈炮 表示对我国恐惧治理的支持 还给自己的大女儿 取名陈敏语 请中文老师 雇中国保姆 还会让女儿优先学习中文 每当中国传统节日 也会让女儿录制祝福视频 放在网上 当时很多中国人 都很喜欢这位 对华友好的创业狗才 然而随着中美关系的恶化 还健康齿舵 迅速掉转枪口 对着了美国 以利益为上 开始公开反华 这也让许多人 看清了他虚伪的本质 他的个人社会形象 也大打折扣 但尴尬的是 虽然反华 但他公司旗下的 电子产品生产 还高度依赖着中国工厂 甚至连扎克伯格的同事都认为 他这种端起碗 吃饭 放下碗 骂娘的做法 非常虚拟 其实扎克伯格 比谁都想把生产线 从中国转移出去 但令他绝望的是 无论是中国的台湾 还是南亚的印度 北美的墨西哥 都没有和中国大陆 一样的智能电子设备供应链 这些地方 要不是产能不足 要不就是设备落后 以至于他的千工厂计划 迟迟无法落实 除了电子设备 扎克伯格本人 异常痴迷生物医药技术 也在我国市场中 占有很大的比重 富豪们比任何人都想长生不老 好延续自己的财富 据了解 扎克伯格在人类前沿 抗衰老技术领域 投资了30多亿美元 试图撬开长寿的大门 其中一种叫塞勒瑞的分子机 从一众参赛选手当中脱颖而出 备受硅谷富豪的血 在科学等一些国际景刊中 可以了解到 塞勒瑞是通过特殊的细胞活化物质 从底层激活细胞能量 干预细胞的成熟和衰老进程 从而在生物学层面 真正的让时间变慢 有关的临床实验也表示 六旬老人经过这种物质的调理 它的高酮素 皮肤活性等指标 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逆老化特征 虽然这种物质有一定的效果 但是造价太高 有能力使用的人根本就没多少 近些年来 随着我国生物医药技术的发展 和工业制造的升级 咱们在许多的原料生产领域 都掌握了主动权 其中就包括塞勒瑞 在国内不仅实现了99%的纯度 还让成本减倍 从原来的客价两万 到现在的客价四位数 并通过电商渠道 走向了海外市场 甚至部分厂商 成为了欧美市场的长期供货商 品毒毒上就有卖这个的 不过小伙伴们 还要鉴别真假 不要上当受骗 不管是电子技术 还是生物科技 扎克伯格都离不开中国的市场 如今这种反华法 可真是长这双吃辣骨两头受罪 从最开始的中国好女士 到现在的反华级先锋 扎克伯格亲手撕下了自己的面具 露出了阴阳人的真面目 这也让他的财富急速缩水60% 估计是史上最惨的首富了 2018年的3月17日 剑桥分析公司和Facebook合作 窃取了5000万脸书用户的信息 短短三个月之后 Facebook又爆出了1.2亿用户 面临数据泄露的风险 十几年的运营和服务器维护 让Facebook的系统早已变成了史山代码 大量的bug 曾初步 隔三差五就会爆出 大规模用户信息泄露的时间 这些还只是他负面新闻的冰山一角 作为一款没什么正常监管的 自由社交媒体 Facebook商业到处充斥着犯罪信息 甚至有些国家和地区的暴徒领导者 会通过他上面的集群来下达任务 对用户不负责任 对法律道德置之不理 Facebook就成了法外狂徒组 的犯对的不二选择 与品牌衰败一同来的是接踵而至的负面新闻 在其公司内部 扎克伯格也面临着极其严重的信任危机 他通过脸书的双重股权结构 获得了绝大多数的股票权 把整个公司变成了自己的一言堂 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独裁者 日常工作者 他几乎不会采纳下手的意见 擅长使用职场PUA来控制员工 G2年3的黑料呢 也让他的危机公关团队无力应对 随着自身形象的奔塔 扎克伯格急需转型对脸书进行品牌重动 2021年脸书改名为原 开始大力推广元宇宙 他旗下的子公司在元宇宙领域提前入局 想要在其他公司发力之前占据市场 中国有14亿人口 是世界上最大的互联网市场 从他的行动可以看出 他对中国有明显的商业野心 但是去年该公司股价暴跌71% 去年年底还被迫裁员了11000多人 扎克伯格的个人财富 以猛烈缩水4898亿美元 这所有的一切都在向着坏处发展 他所设想的互联网商业帝国 也没有建立起来 从互联网天才到杂志票选的第一恶人 扎克伯格身份上的落差 可以说是咎由自取 当初的中国好女婿形象 也是为了迎合中国市场假意营销出来的 现在其目的没有得逞 回归了原本自私自利的商人面目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我国的有关部门才必须坚持 使用企业过滤装置 给国内市场提供保证 这样才能更好地发展本土企业 行了 快乐出售网组中的按赞 希望大家喜欢的话 能给个点赞收藏 观众转发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